2020年2月,广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陈真诚教授研究团队 成功研制出新型冠状病毒LGM-LGG抗体联合检测试制 仅需3至5分钟,即可完成新冠病毒检测初步筛查 日前,记者采访了研究团队队员赵飞骏,了解试制研发背后的故事 赵飞骏介绍,今年1月,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陈真诚获知疫情越发严重的消息后 当即放弃癌症检测实验,转而组织研究团队对新冠病毒检测试制,进行攻坚实验 他们两个的原理方法是基本一致的,所以我们是在那个原来的项目基础上 我们又通过进行改进,而最后再应用到这个新冠病毒的检测上面去 经过研究团队的努力,新冠病毒测试制在2月12号研制成功 随后,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测试制经过临床印证后,正式投入使用 赵飞俊表示,因采集便捷,指尖穴被用作检测样本类型 采集样本后,将指尖穴吸湿液滴入检测孔,3至5分钟后就能得到结果 这种方法实现了对疑似新冠患者的快速诊断和密切接触人群的现场筛查 减少了医护人员在采集核酸样本过程中暴露的风险 首先第一条是C线,它是检测线,就是如果这个检测是成功的,这条线就会产生 当这个G线和M线任何一条线产生的时候,就代表这个人患有新冠病毒 如果有那么一个患者,他是患有新冠病毒的,或者曾经患过新冠病毒 我们的这个产品都会是显示是阳性 当如果我们这个产品它出现了阳性的结果,我们是指导它,它是要进医院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的 今年6月,北京相关部门从新发地市场抽检时从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 陈振成教授科研团队又有了新的研究目标 他们希望将测试纸再次升级,让测试纸可以快速地检测出空气食品中是否有新冠病毒的存在 据了解,测试纸升级版已研发成功,新验证批准后将投入市场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重新再做一个抗原的检测,能够进行一个快速的检测 比如说这个空气中啊,食品中啊,三到五分钟或者五到十分钟,快速地能得到一个结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